麒麟电视全球首创最大的IPTV中文电视平台 提供60多个热门华语频道 包括中国的央视寺 湖南卫视 上海东方 台湾的民视 东森 卫视中文台等 有线电视及iTalkBB的用户请注意 现在订购就可享受6个月免约费 及3个月的影视点播 赶快拨打麒麟电视销售热线 18884360596 18884360596 欢迎回到市场回谷的环节 Nasana 美市今天 其实看起来也有跌了 试过跌过140几点 是的 今天曾经跌得挺重要的 如果你看见了市场环境 如果大家记得大概两个礼拜前 这个导致市最高上的11,450点 然后就跌回来大概跌到11,000点 11,000点就是我们称为50日平均线位 那市场就反弹了 那今天我说市场现在大概在11,300 至11,000点在徘徊 如果它一破了11,000点 我就看下一个支撑位 就是100日平均线了 如果你看今天的导致市 最低的时候到1点钟的时候 最低下跌过11,054的 那我留意着不知道会不会破11,000 不会破11,000呢 怎么知道到1点钟的时候 它没有再下跌了 市场慢慢上了 那一直带回来收市的时候 到11,178来收市了 那现在市场其实都很容易 步上步落 几百点是相当容易的事情 现在根本我不敢跟你说 市场会上一会下 不过我就拎拎 就要大家小心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那几个月的上升轨 都破了之后呢 现在到现场 我计了第六天了 市场还没有能力 可以回到上升轨上面呢 就是告诉我现在它浪费时间 消化了上个礼拜那四百多点的调整 那现在如果它再去不到哪里呢 下个礼拜可能我们会见到 或者到今个礼拜尾可能会见到 有点调整都不顶的 那就是我个人觉得市场 落到10,700左右 10,800左右 我们才见到Eran Rally 那时会反弹回来 调整都需要几天的时间起码 可能要三四个礼拜都不顶的 所以大家就继续留意着美市了 现在看看今天一则焦点的新闻 今天想跟大家讲 香港方面的一个消息 香港政府新增额外的印花税 24个月内转手的物业 买卖双方都需要支付 5%至15%的税款 另外还有下调物业案 揭乘数上限等等的措施 或者会影响到楼市交易成交量 但是对于益押楼价的成效 就有待观察 不过现在立刻可以看到的 就是香港七大建筑商的股价 11月8号至今已经跌了大约一成 两者之间其实有没有关系呢 当然有很大关系 我先不要说 当你上个礼拜五之前 在香港买了屋的 因为你之前买了 你当然不受印花税的影响 但是你要想想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你把炒楼花择住四五家屋的人 那你打算拿一年半了去卖了它 但是有些短炒的人就会不在市场上了 变成你买家少了 你买家少了就会影响到地产会 地产价格一定会受影响 如果我们看到地产跌 你不需要太多的 你只要少了10%至15%买家的 市场的价格就去不到哪里 就会有调整的了 那变成了这个星期间 原本很多人在星期间来做买屋 现在我看回香港的报告 就说什么呢 他说在星期间今次买屋 剩下了80%至90% 那些人立刻看定才去做 现在你看看香港今天的收市价 如果你看看香港的地产的指数 今天就跌了2.6% 但是如果你算在由11月8号今年 它最高峰的时候到今天收市 地产指数跌了10% 比如说长江0001 今天收市186.9港元跌3.7 跌了3.07% 比如新鸿基地产的0016 收市130.01 就是跌4.1跌了3.06% 恒基的收市55.5.5港元 跌了过2跌了2.11% 新世界发展的0017 收市价值15.24% 跌了64% 跌了4.03% 就是平均都跌了3-4% 跌完后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大家留意着 如果你普通买屋的人 就是投资也好 投机也好 先看定一些 尤其是如果我有钱 去香港买屋的 我看它跌定 我才入市 也未遲 不妨参考一下Nelson的意见 再看看下一則的新闻 沃尔兰昨晚向欧盟提交了申请的援助 并获得欧盟通过 预计 沃尔兰需要至少800至900亿的欧元 才能令金融市场相信 它在预算赤字过大 以及银行系统亏损不断上升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保持常患的能力 之前在节目中都跟大家提过 沃尔兰一直拒絕接受援助的原因 就是接受了欧盟和IMF的救助的附加条件 就是要调高沃尔兰目前 在欧盟这么多国家之中 最低的公司税 是的 首先 现在沃尔兰现在的政府 就是靠绿党的Green Party 以及有些独立的党员 来support它 今天Green Party已经withdraw 不support了沃尔兰政府 那就是下年一月 沃尔兰多数会有大选 那有大选 这次在任的党会不会下台 我想机会都相当之高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大问题 我觉得现在沃尔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沃尔兰现在的税网 公司税 是全欧洲最低的 是12.5% 很多美国的大公司 比如说Google Intel Hewlett-Packard Bank of America 美林、梅远等 全部在爱尔兰 设置了很大的分布 用在那里来逃税 那现在那些美国公司 已经和爱尔兰政府的财长说了 我不管你干什么 你千万不要加我税 如果你加我税 那我们会撤去爱尔兰 其实这样做是两败俱伤的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公司去爱尔兰开公司的 给12.5%的税 根本你别的地方 没有一个地方是这么低12.5%的 如果就算比如微远 或者Google 比如爱尔兰 搬去其他地方 要给25%或30% 你都要给多些税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两败俱伤的 现在我们爱尔兰会怎么做呢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就是爱尔兰 和欧盟那方面 就是谈判着 就是希望呢 就不需要在这方面让步 保持到12.5% 但是欧洲就说 你没钱 还说不抽人税怎么办呢 这样我们要慢慢参观 张留学怎么发展成什么 不过这个这么低的税率 始终对其他欧元区的国家 都是不公平 所以无非欧盟想这样做呢 都是想看回这个公平的事 没错 再看看下集的新闻了 FBI 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就是对三间对冲基金公司 进行这个内幕交易的调查 你记住 有一个年多之前 有一个Sherlankin的Headson Manager 叫Rats Rats Random 他就被联邦调查局控告他 现在这件事 联邦调查局了一年多两年 现在一直在查 他现在看谁有影响到这些 其实今次联邦调查局 想钉就钉死一个 大对冲基金的经理 叫Steve Cohen Steve Cohen这个人 他是个Billionaire 他有一间对冲基金公司 叫SAC Capital 现在你就想钉他了 今天查那几间的对冲基金是怎样的呢 这两个几间就之前 是在他这间公司分杀出来的 其中有两间是之前在他这间公司 可能查到一两年都查不到什么都出来的 但是呢 今天不多不少 带动到所有的银行股传跌 像摩根大通 还有Bang of America 包括这个高盛 高盛曾经一度跌过 六个几七元一股 都是因为这个消息 根本 根本就是轻轻提一提高盛 根本会不会告高盛 都不知道的 但是我告诉大家 就不要这么快会有什么了结 这件事可能会拖相当久的时间都不停的